香港的手術都流到台灣 都想問問你為什麼你會選擇在台灣這裡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對這個香港的政府 沒有信任 失去了信任 留在這裡好像是始終都會有機會 無論如何都沒有什麼前途 所以找個地方找個出路 你自己因為抗爭是否遇到一些麻煩 有的 因為我也有被警察拉過 在擔保 很緊 如果有機會離開 找一個新的地方 重新開始 這個選擇是否當時經過一番思考 還是比較容易去做 我有想過的 其實在這個運動之前 也有想過移民 其實是由雨傘革命的時候 五年前已經開始有這個念頭 剛好這個機會更加推動我離開 那自己就要離開自己家鄉 很捨不得的 但是家人也很捨不得我的 家人也很捨不得我的 但是有時候沒有辦法 因為我知道以我的性格 留在香港只會更多麻煩 我覺得他們應該可以的 我覺得他們應該可以的 我的意思是 我的性格 如果我看不到眼睛 我就忍不住 在香港就會很容易出事 就是不知道要向前線 是否這個意思 就是政府如果有些不合理的東西 推出來 我就會忍不住去反抗 然後在香港 在共產黨面前 是最危險的 反抗 那我想問自己是何時開始改變了 就是要反抗 是不是一路都是這樣想 其實這個是真的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其實不是這次事件的 我之前的雨傘肝冰那些都有的 一直都是這樣的 不單止這次的 這次的運動都遲了七個多月 都未完結 你自己覺得這場運動 有什麼難忘的經理 可以分享一個 你覺得方便的 我自己親身經歷還是 自己親身經歷還是 你見到的 見到就很多的 見到大家都黑光銘心就是721 我看直播而已 我不是在現場 就整晚睡不著 整晚睡不著 因為最主要原因是警察不做事 警察應該要做些什麼 他不做 不應該做的都做完 對 你覺得很傷痛 對這個地方的看法 立即不同了 好像不再安全 不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那你自己被拘捕的時候 有什麼感受 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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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你那時候你感覺如何 感覺如何 感覺如何 沒有特別 我又不是很害怕他們 只不過是有些恐怖 有些害怕的 但我又不覺得他們可以告得我些什麼 進去之後他們有沒有對你 沒有的 這個沒有的 公道說沒有的 我這個案子沒有 我不知道現場拘捕那些有沒有 因為很多 我聽回來的 很多被人打 都是現場拘捕的那些 我是試口拘捕 就會好些 我相信是 所以只不過是心理上的事 你覺得現在法庭可不可以給你一個公道 如果他能給我一個公道 我就不用走了 他們香港法庭都沒有信心 是 就是沒有信心我才需要走 因為我相信我的案子是 他們的證據是不足的 證據是不足的 但我都會選擇走 因為我不太相信這個法治 是 香港的法治 在台灣看到一些手足流亡這裡的 他們的案子呢 他們所遭遇的情況方面 方便的話 可以說一些 其實有些什麼情況 我年紀大一點 我會懂得照顧自己 但是有很多比較年輕的那些 就會淒涼一點 是的 他們十多歲 二十歲就要自己做完事了 現在來到台灣 沒人不照顧他們的了 你年紀大多歲 你見過多少歲? 我見過那些 都二十歲的 但是我知道有些再小一點的 我知道有些再小一點的 我叫做大人 比他們大 我盡量看看如何照顧一下他們 很多幫助你們的人 然後你們會在香港犧牲 你自己怎麼看 怎麼出來抗爭 為香港也是為自己的 也是為自己的下一代 有很多時候 是的 還有我覺得 大家都不是計較這些 犧牲的 大家不是計較犧牲的 是大家想要自己的東西 但是看起來 你會不會覺得不值得呢 你出來抗爭 現在必要離開香港的前途 那方面還是不知道的 總是要有人付出才有收穫的 不要緊 總有人要付出的 沒有後悔過? 沒有後悔 沒有後悔 是的 那你覺得對香港的前景有沒有信心? 這一刻都不敢說 其實香港的前景是 好看大陸那邊的中共 好看中共那邊究竟現在是什麼狀況 如果它經濟不行的 香港可能是好的 它要靠香港的 是的 但是如果它們 好像前幾年經濟好 是的 大把錢的 就說你們香港什麼什麼 那你覺得台灣 你們留在台灣是否安全? 未來你希望 安全 什麼都好在香港 什麼都好在香港 還有剛剛得知到 蔡英文是能連任到 起碼 是的 再安全多四年 那你自己怎樣 對新的總統當選者 對於你們這一幫 路亡海台灣的香港手足 你自己覺得它應該怎樣對待 你有什麼想跟他們說 港政府 我知道蔡總統是很支持我們 我知道的 其實最主要我們 不是需要什麼福利 或者是什麼 我們要的東西 就是居留權 是的 如果你能讓我們在台灣生活 讀書 工作 我們其實就不會為台灣帶來父女 我很相信香港人是自力更新 OK的 沒問題的 就是有信心我們這一幫人的質素 是的 站在政府角度 當然怕一幫人走過來爛民 又想福利什麼 我們不會是這些人來的 我們會自己自力更新 我們會自己維持到自己的 最主要是居留權 如果沒有居留權 就什麼都做不了 我們變成觀光遊客過來 就沒有意思了 是的 但你移民那裡是做不到的 就是一定是 就是欠個居留權 因為我沒有梁文正 是的 我沒有梁文正 為什麼沒有梁文正呢 就是因為被警察抓過 警察抓你 然後說你調查中 你的案件調查中 他就不發梁文正給你 所以本來以你的條件 因為你原來是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我有親人都是台灣人 是的 我是欠過梁文正的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受被害 是拿不到梁文正 是的 因為他說你牽涉一些案件 調查中 那他就不發梁文正給你 那沒有梁文正 就拿不到居留權 就是這樣 但會不會去其它國家 都是一個考慮呢 我自己本身就是 都喜歡台灣的 因為我都有親戚在這裡 是的 我自己稍早的時候 我都是打算去台灣的了 是的 差在遲早的 但是其它手足我就不知道了 是的 他們可以有些 再好些選擇的我覺得 是的 那你自己在台灣那個難民法 是否怎麼看呢 是否需要修改 我覺得難民法又未必一定需要 是的 因為 始終難民法有機會 就多了很多不同的人 進來台灣 是的 其實它現在那個廣澳的條例 我覺得是已經足夠 可以走到 還有給我們居留權 是的 但現在他們還沒給居留權的時候 你們在台灣可以留多久呢 理論上是30天一個月 是的 是的 就可以 你有理由的 你就可以申請延長類似的 我自己都沒有試過的 因為我每個月都來來會會的 是的 所以都希望他們新的總統 選了之後 對於香港事件有一個存在 對待 是嗎 是的 有一個流程 我相信他們是沒有一個 作業流程怎麼做 當他們有的時候 應該會順利的 是的